应该没有事情吧 不会有事的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你不是还有拍摄吗 快去吧 那我们现在赶紧去 我派完马上回来 走啦 放心吧 在那儿 他就是胡锦锦 就是这里 就是他 就是因为他和隐私人假结婚 他跟他 他跟他一家大爹 派得我们先是无关 我欠他 还钱 咋子 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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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大家说我们一定foot 贴子 haver 还钱 何 Libre 还我们要贴我们 还钱 从尹总的结婚契约被曝光 到现在已经三个小时了 高总监 过去三个小时里 公司的直接利益损失是多少 截至下午三点 按照上交所的收盘价格来估算 外莫的市值 缩始了一点儿给亿 未来可能有三家公司会终止 和我们的广告合作 其中一家已经递交了 赔偿的请求 这方面我们的初步估算 大概在期间这么晚 我已经让市场部的同事们 去接下提出索赔的公司 得利公司提出的赔偿金额 并不合理 所以这一块的损失是可以降低的 至于股市方面 我相信只要得到Alex先生的亮景 由他出面做生命 股价回到原来的标准 是可以的 那Alex的态度是什么 我已经亲自和他发了邮件 但目前还没有回应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 取得Alex的亮景 银总 我是相信你的判断的 我也相信你的经营战 说句实话 我们根本不关心 你到底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 只是因为这件事情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司的利益 他受损的 也不是你银总一个人呀 所以现在 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万全之策 对不对 陈董说得对 Alex一天不表态 股价就会一直往下跌 到时候的损失 谁来承担 而且这个事情发酵到现在 我们也应该给股民们一个交代 要我看 不如这样吧 我们再给银总十五天时间 十五天之后 我们所有人 在这里再召开一次股东大会 到时候来决定 如何处理银总的问题 不过这十五天 要先暂停银总的行政职务 大家觉得怎么样 就按陈董说的办法 阿里克斯有回应了 是顾小姐 顾小姐出事了 学长 实在是不好意思 把你也连累了 这个 是我们心上的新品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给你当做赔礼 能最有这样的机会 穿到CC的新品 真是我赚到了 你今天怎么会来啊 我在网上看到了新闻 担心你就过来了 那些股民在股市里 赔了很多的钱 我劝你 最近还是歇业吧 我不能歇业 这你不用担心的 可以走网店啊 我们公司宣传和营销会帮你的 如果说我把CC关了 这些股民万一去歪贸呢 司成压力已经很大了 我想帮他分担一下压力吧 那你呢 这次是刚好我经过 那下次呢 这些股民可能会做出更激进的行为 我倒不怕那些股民冲动啊 我就怕 没办法帮上司成的忙 郭欣欣 司成 你有没有事 有没有受伤 好了 司成我没事 但是学长帮我挡了一下 害他衣服被弄脏了 这次多亏有你 恭喜 能听你一声谢 我这衣服没算白大 好了好了 我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什么 司成 嗯 这好像不是回家的路啊 我们不回家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世界的尽头 到了 你 这里为什么是世界尽头啊 小时候有一次我和我妈吵架 我离家出走了 然后我走着走着 就走到了这里 这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就是世界的尽头 我也不知道世界尽头在哪儿 所以就只能 带你来我的尽头 快看 快看 你是怎么正好计算到这个时间呢 我也是那次意外发现的 我也是那次意外发现的 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 挫折 我就会来这里 玩这种 无聊的游戏 司成 辛苦了 以后我都会陪着你的 生活里本来就是有很多我们无法掌控 也无能为力的事情 在遇见你之前 这件事应该算是我能掌控 时间久了就有足够的勇气 回去面对那些问题 就当充电 那我来给你充电 这一次的事情麻烦很大 不充满电 很难应对 没关系啊 应付不了呢 就不应付了 反正呢 我还有Cisi Cisi的收入 应该可以 够我们俩普通的生活吧 不行 你有一些昂贵的爱好 比如说手办 但没关系 手办也可以不用放弃 我可以给你手工制作 我给你做 Cisi 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 就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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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你了 就要你了 我做的事 就要你做的事 我做了 我做的事 我做的事 尽管